一搏云天的关羽为什么总戴一顶绿帽 三国演义里关羽穿一身绿色套装头戴绿帽 关羽是叱咤风云的一代战神 右背后是禁奉的中华武圣 为什么戴这么令人尴尬的帽子 为了揭开这个一团小编吗 绞尽脑汁三国志 是唯一一本记载关羽的古代史书 该说对关羽形象的描写 只有一句美虚然 顾亮伪之然意思是关羽圈脸胡子 诸葛亮称他美人公 正是对关羽的服装 没有任何说明那么这绿帽子肯定 是后人艺术化的 在艺术化方面最权威的书籍 就是三国演义的第一回 身长九尺燃长二世 面如中枣唇若涂之 单凤眼卧残眉相貌堂腾微风凛凛 这里没有服饰描写 不过在关羽身困曹营时有一段情节大意 曹萄见关羽身外绿战袍刀痕累累 无垢斑斑十分陈就单薄 于是吩咐为关羽 取一件新的来小利 取一件红锦战袍而来 请关羽换下 但是关羽念及刘备 不忍换下于是将红袍穿于那绿袍 穿于外曹萄不悦 不过顿时笑道 关将军不愧天下第一意识 也这里说到身着绿战袍 但也没有提及帽子的事 那么文学艺术界的关羽 到底戴怎样的帽子 无垢的作品 经内蒙古阿拉赛蒙俄纪纳齐 一个经代古堡的佛寺里边 出土了版画意永安王位 就是宋时的作品 画像是非常精美 既是中国最早的版画 也是最早的年画宋代关公画像 这是最早的关羽彩色画像 行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鉴定 此关羽画像为明代所画 要考虑关羽的字幕 请不及格访策则 宋时的口睿则 市里面 市里面